七年前在福建的西龙发生了一宗灭门采犯 被杀的是一家五口 姥姥姥爷父母和一个女孩 女孩在此前还遭受过强暴 三名凶手作案后仓皇逃窜 竟然逍遥法外了七年的时间 这三名不法之徒分别叫 新晓峰、杨自道和陈碧绝 新晓峰后来成为了一名邪警 整天跟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 杨自道自食其力成为了一名出作者司机 而智商最高的陈碧绝 却因为这起案子受到强烈刺激刑人事长了 也许是出于自责和内疚 也许是为了赎罪 在之后的日子里 除了精神不正常的陈碧绝 新晓峰和杨自道都在为自己刑人既得 新晓峰在抓捕罪犯的过程中 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 一些穷凶极恶的罪犯都净差于她的不怕死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杨自道不仅尊老爱幼时尽不昧 而且还经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就是今天要为大家讲的高分悬疑惊悚影片 烈日捉心 所有的一切表面看上去似乎都那么的风平浪静 七年前那座灭门惨案至今选择 而且似乎没有任何被侦破的可能 但是当警长依谷春调来之后 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 杨自道的出租车被几名歹徒劫持了 歹徒抢走了他所有的先进和村子 还准备杀人灭口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新调来的警长依谷春带的邪警出现 杨自道担心暴露身份 谎称这几个歹徒是自己的老乡 把这件事给糊弄了过去 谢谢警官 那警官是我老乡 老不给钱 能蹭就蹭 跑也没有 看着杨自道驾车离去 一谷春总觉得是有蹊跷 这个时候 一名邪警在地上捡到了歹徒刺伤杨自道的匕首 但当一谷春追过去的时候 杨自道和歹徒均不见了踪影 惊魂未定的杨自道急忙给新小峰打电话 把刚刚经历的过程说了一遍 就在新小峰和杨自道通电话的时候 一谷春不动声色地走进了邪警的宿舍 一谷春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 告诉这些邪警 今后他们都要跟着他执行任务 一谷春的到来 让新小峰隐隐地感到了一丝过癌 他觉得一谷春的眼睛深不可测 能洞察别人的内心 三个凶手之中 智商最高的陈碧绝 虽然变成了一个弱智 但还是能够自食其力了 他目前生活在一个渔场里 跟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女孩相应为面 这个女孩是他们三个人共同受养的 女孩有先天性心脏病 今后可能需要动好几次大手术 才能保重命 一谷春的出现 让新小峰感觉非常不好 为了防止被看出破绽 他决定搬出邪警宿舍 他和杨自道来到郊外找房子 房东是一位非常苛刻的男人 不仅说话难听 而且收费也高 但尽管这样两人还是租下了房子 从此之后 新小峰基本上成了一谷春的专用司机 对于跟一谷春的闲聊 新小峰一直都非常的警惕 因为他发现这个新来的警长 不仅有一双火眼金睛 而且非常善于发现蛛丝马迹 万一有哪句话说错了 就极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两人在途中处理一起突发事件的时候 一谷春对新小峰的表现非常的满意 他从景这么多年 新小峰是他见到的第一位这么干练的邪警 但是对于新小峰来说 一谷春就是他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为了防患于未然 新小峰告诉一谷春 自己准备辞职换一份工作 但是却被爱才的一谷春一口回绝了 以后别再跟我提此事的事 至少一年内不许提 晚上新小峰和杨自道 在出租屋里闲聊的时候 全被房东给投听到了 原来房东早就在这个房间里装了切听器 因为按照他的逻辑 一个愿意在远交花高价 做他房子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事实证明啊 他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 在以往租住他房子的40多位房客中 几乎全都是唠平门的 晚上新小峰跟着一谷春执行任务的时候 不小心被卡在了水里 幸亏一谷春及时赶到把他给救了 这件事对新小峰的影响不小 他暂时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当得知新小峰要去一百多里外的渔场时 一谷春还主动开车送新小峰过去 途中两人聊天的时候 一谷春提到了七年前那宗灭门惨案 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警察是一谷春的师傅 警方掌握的情况是凶手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胸前有纹身 听了一谷春的话 新小峰的脑子顿时是一片空白 那件案子是他一辈子的噩梦 七年来他一直在逃避 现如今从一谷春的嘴里说出来 他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巨大恐惧 而他用手指碾碎烟头的奇怪性动作 也刚好被一谷春看了成着 这个动作是他犯案之后开始的 目的就是为了烫掉自己的指纹 因为在作案的时候 他的手曾经触摸过被害者的吊坠 新小峰来到渔场 但却没见到陈比绝和他们收养的女孩 而杨自道那边正在发生一起抢猫事件 见义勇为的杨自道和助人为乐的小夏 开车追捕抢匪 杨自道在抓捕抢匪的过程中身受重伤 但为了隐藏身份他没敢去医院 而是丢下小夏一个人开车回到了住住的房间 影片在这里运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 原来这个小夏居然是一谷春的亲妹们 这就表示他们四个人将会在不久之后见面 一谷春和新小峰在返回的途中 得知新小峰有一个兄弟在渔场 也知道了新小峰和兄弟收养了一个妻婴 也就是那个来历不明的小女孩 由于一直联系不上杨自道 新小峰急忙赶回了出租屋 发现了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杨自道 新小峰急忙把杨自道送到了医院 这个时候他接到了陈笔绝的电话 说他们的女儿因为犯病孕倒了 养女的巨额医药费压的新小峰 有些喘不过气 新小峰和杨自道沟通之后 决定先把他们收养的女孩 送给一户愿意收养的人家 然后火速离开下面 说干就干 当他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之后麻烦又来了 原来新小峰伪造了一套孩子的体检报告 但真实的情况是 孩子的身体非常糟糕 新小峰担心收养孩子的那家人 发现之后会对孩子不好 因此又不打算把孩子送出去 孩子被送进了手术室 新小峰和杨自道在医院的走廊上 巧遇了依谷春和他的妹妹小夏 小夏这个花痴 只知道杨自道是见义勇为的好大叔 而依谷春则认出了杨自道 就是那天晚上被歹徒劫持 却又不报案的司机 新小峰介绍说 杨自道是自己从小玩到大的哥哥 加上渔场的那位 他们一共三兄弟 这跟七年前的灭门惨案的凶手人数 是一模一样 在处理一起跳楼案件的时候 新小峰成功地救下了一位大老板 这位老板是个gay 为了救这个季老 新小峰答应机后会跟他约会 鉴于新小峰身上的种种疑点 依谷春特意去拜访了 曾负责侦办灭门案的师傅 师傅给依谷春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被害的那个女孩 曾跟一个老男人生过一个孩子 按照时间的推算 孩子到现在应该也有七岁 而与此同时 杨自道和新小峰也正在出租屋里分析依谷春 而他们俩的谈话 全被房东听到并且录了音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小夏这个花季少女 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杨自道这个穷打树 并且积极参与到了救助孩子的工作中 自己掏腰包把孩子的医药费交 小夏爱上了杨自道 杨自道虽然看出来了 但他却没有勇气接受这份爱 这倒并不是因为小夏是依谷春的妹妹 而是他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资格 也担负不起这份责任 为了给孩子筹做手术费 秦小峰在抓赌的过程中 私藏了几千块钱 这事很快就被依谷春发现了 但依谷春非但没有揭发他 还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暴露他 虽然他没有接受 但依谷春让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问题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他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的指纹无意中留在桌面上 当他意识到之后返回办公室 企图抹掉指纹的时候 才发现指纹已经被依谷春提去走了 为了摆脱嫌疑 秦小峰做出了一件 让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 那就是跟那位有钱的纪老约会 因为依谷春一旦相信他是同性恋 那么就可以排除他的嫌疑 因为一个gay是绝不会去强暴一个女人的 果不其然 秦小峰的这一招很快就奏效了 正如他预测的那样 依谷春排除了他的嫌疑 秦小峰还向依谷春透露了一个假信息 他之所以和杨自道陈比诀是好兄弟 是因为他们三个都有共同的取向 当这件事被小夏知道之后 他怎么也不相信杨自道会是个gay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他决定亲自去试一试 果不其然 杨自道没有经受住诱惑 面对这位痴情妹子的大胆示爱 杨自道的防线崩溃 露出了自己胸前的纹身 得到了杨自道的暗示之后 小夏回家开始翻 秦谷春带回家的那份灭门惨案的卷宗 得知了杨自道就是凶手之一 但是出于对杨自道的爱 他没有坚决减发 而是打算跟杨自道远走告飞 当他坐着出租车去找杨自道的时候 没想到秦谷春在后面一直跟着他 秦谷春进入房间之后 很快就发现了房东安装的协定器 并且听到了杨自道和秦小峰之间的对话 当依谷春带着手下前往大厦 抓捕两名杀手的时候 遭遇到了对方顽强的抵抗 在千军一发之际 秦小峰拽出了依谷春 即便依谷春告诉他 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相 他依然没有放手 这是一场极具张力的戏 这个人物最真实的一面 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知道真相的只有依谷春一个人 此时秦小峰放手 那么一切又都会风平浪静 但他最终选择了赎罪这条路 当杨自道接到秦小峰的电话之后 把孩子托付给了小夏 然后选择了自首 杨自道和秦小峰最终被执行了刺刑 不过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令依谷春措手不及的是 七年前那宗灭门惨案居然另一个引擎 除了那个有心脏病的女孩 是因为被秦小峰强暴导致猝死之外 其余四个人均是被另一个人所杀 也是这个人带着秦小峰三人前往备狠人家的 这个老公老男了嘛 而秦小峰三人收养的那个孩子 正是被害女孩所生 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 他们知道早晚有一天会冬疮十八 如果这件事一旦被孩子知道 那将是灭定之灾啊 为了留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 他们选择了死 当秦小峰和杨自道被执行死刑没多久 另外一个已经变成傻子的陈比绝却失踪了 这位一直装傻充愣的高智商男人 虽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但那种痛苦的煎熬让他越来越无法承受了 最终选择了自杀谢罪 这三位并不是真凶 也从来没想过去杀人 但却在阴差阳错中成了一宗灭门案的凶手 他们没有真凶的那种杀了人还心安理得的强大心理素质 因此事发后每天都活在极度的不安和惶恐之中 希望用多做善事的方法为自己输罪 但最终没能扛过道德和良心的钱 影片是根据长篇小说太阳黑子改编的 小说原著中新小峰三人确实是灭门案的元凶 但作为一部电影 如果新小峰等人真的是凶手 那么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无法取得观众的同情 更不会移情在他们身上 正所谓透过现象看本日 无论真相是什么 我们总能从故事和人物中发现人性中的善意 这也许就是电影的魅力所在